所以我們來看台中的消息 有台中立序基金的中央公園 是台中重要的這個地標 為了提供國家有這個服務 成立中央公園管理所 對它為了讓英文管理公園以外 也包括環境教育提供 跟這個都市管工特典頂頂 希望可以專門提升台中市 三市的競爭領 求紅部條 宣布中央公園管理所正是成立 所以中央公園四口委員發展 和大型建設安崗 指引和UK來到公園生意黨所 慢慢變成 為了提供更好的貨物品質 這家也正是成立中央公園管理所 通過管理所這樣的一個服務 跟這樣的管理能夠把我們整個的一個 公園跟附近的水南區 正的環境做一個提升 中央公園占體面積超六七家 市都市区公園裡面最大的一周 市府建設局也跟中央公園 定則是台灣的萬哈頓 那這個管理所主要的業務呢 是維護我們六十七公頃 大的這樣的公園裡面 包括了植栽綠地 投給中央公園管理所的新立 除了提升核武品質 也希望帶動下次觀光經濟 後代中央公園進行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